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近平连续拿下三只老虎 北戴河会议会有大事吗 7月20号24号和30号 习近平连续拿下了另计划 周本顺郭伯雄三只老虎 那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夕 习近平重拳出击江派老虎 有什么意义 北戴河会议上会有大事发生吗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习近平连续卸掉三只老虎 加上先前的周永康 这说明一个很主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习近平现在已经在打江上 占到了压倒性的优势和绝对性的胜利 所以说他能够在收拾江派这个问题上 这个游刃有余 进退有序 习近平能够根据需要 来随时调节打江的这个策略和节奏 现在正在朝最终拿下 中级大老虎江泽民稳步的推进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前 就是说从上面重拳出击江派 在下面开闸竖江 现在已经12万多的法轮功学员 递交了诉讼状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种上下齐头并进的情况 是非常有序的 这也就是说明了 习近平打江 这个终极的目标 是一开始就确定的 而不是说中间有所妥协 然后会做出某种交易 是吧 这个有犹豫 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 中间这个节奏变化 实际上就是出于这个策略的需要 而及时调整所做出的 具体是说呢 在八一前 而且在北戴河会议前 拿下郭伯雄 实际上就说明 在军内清除江派 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这是为进一步打江奠定的一个基础 我们知道这个郭伯雄老儿子 郭正刚 实际上有一句非常狂妄的话 就是说军地的干部有一半以上 就是我爹提拔的 而且呢 这个军议上的干部都是我爹提拔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习近平动不了他 动 你要动这个郭伯雄的话 那军队就会大乱 那现在习近平非常稳妥的 不出差错的 把这个郭伯雄拿了下来 就说明 他已经完全掌控了军队 我们知道就是在7月31号 习近平提拔了10个上将 这是自习近平当军委主席以来的 规模最大的一次 实际上这个习近平啊 这个自从他当军委主席以来 实际上不但是走访了所有的这个七大军区 还有这个吴军 海陆空 以及这个二炮等等 是吧 而且在人事上已经非常稳固的 掌握了这些军队的要害部门 这就是为这个打僵奠定的一个 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 另外的话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 拿下郭伯雄是大势所趋 不拿下郭伯雄的话 习近平是不能够在军内立威 也是不足以拼命分的 我们知道郭伯雄的问题 不单是在于他这个贪腐 是吧 买官淫乱 而且呢 曾经12次之多 顶住这个习近平 这个要处理古军山这个批示 是吧 而且在十六大上 参与三万年的这个政变 就是让江振民继续延续当军委主席 继续两年 这个政变 实际上这个郭伯雄是排在政变名单上的第二位 另外郭伯雄也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上 阻止习近平进入当这个军委主席的一个主要人物 是吧 这是个主要推手 而且呢 这个郭伯雄也是造成目前这个军队战备训练 大幅倒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郭伯雄和徐才厚两人共同参与了 动用军队的资源 大规模的来对法轮功学院进行活摘器官 这个反人类的罪行 所以我觉得啊 习近平如果不拿下郭伯雄的话 是一方面不能够这个立军威 另外一方面也不足以平民分 这是很主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习近平连续拿下山虎 就是说明他已经在打江上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同时呢也是在打江这个部署上 具体的策略上游刃有余 进退有序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第二点现在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 北戴河会议上会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个之前连续拿下三只大老虎 是吧 其实啊 我觉得习近平能够拿下三只大老虎 实际上就是在为北戴河会议点题定调 是吧 其实北戴河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有没有无所谓 是吧 开不开也是这个都可以的 但是呢 既然有这个惯例 习近平就是将计就计 利用这个事情来继续把这个打江 这个重点在会议上拎一拎 是吧 把这个重点重新确立 让大家通报一下 而不是说在这个会议上再去跟各方大佬 再去重新讨论 取得共识怎么样去打江 这个是不存在的问题 具体说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 实际上就是北戴河会议之前呢 清掉这些江派 这个半死老虎这些存货 实际上就是不要纠缠于这些字节了 要向前看要处理更大的问题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经济改革发展的问题 包括从严治军的问题 包括这个反腐打江 跟上一层螺的问题等等 是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习近平现在要打谁 这个不是说 或者是不存在跟江派去讨论 或者说讨价还价的问题 这因为这不是一笔买卖 是吧 也不是一笔交易 这个打江实际上是 这个天意 是吧 也是民意 习近平只不过是秉承天意 顺意民意而行 同时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也是关系到习近平阵营的 一个安危的问题 我们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就是习近平现在要打的 他就是江泽民 他怎么会再去跟江泽民讨论 怎么打你 是吧 这是不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习近平是不会跟江派去商谈 是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呢 现在中共的这个规则 就是权力规则 就是谁有权力 谁说了算 现在江派已经处于完全没有这个 没有实权 习近平现在是大权在握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当然是可以根据打江的需要 随时来调整这个策略和这个进度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有一张这个能下能上的一张名单 能上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说法 能下是吧 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实际上习近平也没有必要去跟江派进行上讨 就是按照规矩办就是了 该拿谁 谁的罪行有多大 拿下去就是了 是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觉得啊 中共的这个惯例啊 实际上是会前定下来 然后呢 这个开会呢 走过场 然后会后呢 执行 那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说 在北戴河会议上 我觉得讨论这些问题啊 或者大家之间坐在一起聊聊 这个只不过是走过场 事情早就在北戴河会前 已经定下了 从这一点看 反倒是江派人物 他们认为 现在是自己没有权利了 想要利用这个北戴河会议来 这个制造一件事情 是吧 来炒作北戴河会议 这个才是他们 所要闹事的一个实质所在 总而言之呢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连下珊瑚 实际上就意味着 要向更大的老虎 江泽民 要动手了 就是腾出这些空间来 来向江泽民动手 其实这个事情啊 在这个财新网 在拿下了郭伯雄之后 这篇文章里面 已经直接点到了江泽民的名字 而且人民日报这篇评论里面 也说到就是 反腐绝非一时兴起 也不是跟谁过不去 而是要承担起历史 和人民赋予的这个责任 实际上就是在暗语 什么打江 这个是一个民意 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潮流 实际啊 打江这场战斗 实际上我觉得早已胜负已定 这是天定的 而不是说习近平个人所定 习近平只不过是秉承天意 秉承民意而行而已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